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最愛擁抱著你 最怕看到你的哭泣 总会想起相爱时光 你和我紧紧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且闪眼万水等飞翔 却回不去 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当绝望满满烟 抹我眼睛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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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卖掉了 是吗 什么时候卖掉的 前两天卖掉的 这两天呢 我带着帅帅见一些老朋友 打听打听出我的事 所以啊 也没来得及打电话 今儿才打给你 那是卖给谁了 我也不知道 都是珠宝行代办的 而且啊 他们还收了一大笔手续费 到我的手里头 只有六十五万 不是不可真狠呢 你说啊 我当初是不是应该 坚持购给那个阔太太就好了 我可以跟她私下交易的嘛 能省回不少钱呢 反正卖掉就好了 那是啊 雪儿啊 虽然钱卖的不是很多 但是其实这里头还有你一部分呢 多多少少的应该分给你一次 没事 戒指是你的吗 舅妈 没有 那怎么好意思呢 哦 对了 雪儿 都怪舅妈 也没拉住那个阔太太 要不然 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帮你谈笔生意啊 现在啊 我们公司的生意好起来了 活多的我都接不了呢 是吗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快点上班吧 我不啰嗦了啊 好好工作 对了 注意身体啊 好 舅妈再见 再见 沃小姐早 早 打电话 子贤 是我 对不起 打扰你了 我想问一下 萧山那边有消息了吗 嗯 前两天我却想打电话给你的 可我想 你大概也不太喜欢听到我的声音 所以 他又打电话回来 说没事 过起来就回来 他在哪里 他不肯说 那 他还好吗 还好吧 那就好 那我不打扰你了 董事长 莫总回来了 要见您 请他进来 莫总请进 好 莫总 坐 刚下回家 是啊 科技公司的合同我看过了 处理得很好 谢谢 还有那个专案执行计划书您看了吗 真的可以 谢谢 你去跟那个陶景天 穿地皮啊 是 我们有打算投那块地吗 那个陶景天 一直贼心不死 想跟我们对着干 始终是个心腹大患 早晚还是要把他连根拔起 几年前他在金融风暴里面失了手 我想看看 他到底还剩多少实力 所以你想故意抬个价 看看他有多少承受力啊 没错 有个结论 他应该在资金周转上有些问题 可是呢 像他那种喜欢装疯半傻的人 如果他告诉你他口袋里只剩一毛钱的话 那么他至少还有三毛钱 穿 应该是五毛钱才对的 海南那个项目 知道陶景天也是我们的对手吗 不过您放心 海南那边有和解在跟进 我相信他可以对付陶景天 和解是很难干啊 不过 还是你去把关吧 好 这样来你安排一下时间 带着文浩一起到海南去盯的那个项目 好的 还有什么啊 没事了 那我先去忙 来 进来 沐总 坐 沐总让我和你一块去看看 我跟陶景天交手的事 他已经知道了 我一点也不意外 我也是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他有怀疑吗 反正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要不然 怎么让你跟我去呢 他是让我盯着你 说到底还是怀疑你了 这样更好 让他以为 只要他随便亮一亮剑 我就乖乖地 在他掌控之内 说得也是啊 对不起啊 把你拉进这趟浑水里面 是你给我一个报恩的机会才对的 那我们明天出发 不 明天你先去 我不急 对 让海南那边的人以为你态度傲慢 这样我们的计划才更容易成功 好 才回来上班就发呆啊 有什么心事啊 你跟我说 萧山不见了 怎么回事 他姥姥去世了 他很伤心 躲起来不肯见人 就好几天了 是林自贤告诉我的 那报警了吗 没那么严重 今早 萧山终于给他打过电话了 说过几天就回来了 他现在在哪儿 他没跟林自贤说 你是不是想去找他 你说 我应该去吗 你既然有男朋友了 为什么还放不下萧山呢 他父母是外交官 常年在国外 他又是老了一手带大的 比父母还亲 我是过来人 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我也是过来人 我妈也不在了 可是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可能 猜得到 如果连他现在的女朋友 都找不到他 反而被你找到了 这说明什么呀 套具言情小说的话来说 就是有缘无分 不能强求 有些缘分你错过了 想躲也躲不开 你还是自己决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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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堂堂远中集团的太子在这里啃面包 无等小老百姓吃什么 风餐露宿得了 我跟你讲啊 你再跟我平准 我就向你借钱 他叫汪克简 当年请同学帮孩子补课的人就是他 经营家IT公司帮各大企业做软件支持 当年同学帮他孩子补完课之后 没多久 他就接览了远中集团大部分的IT服务 所以啊 这才渐渐地把公司做大做强 IT公司多如牛毛 他凭什么能包揽远中的生意 还不是借了莫绍迁这把通风 如果你怀疑当年就是他和莫绍迁合谋 向那个同学下套的话 我认为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我怀疑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把这个人交给我 你要亲自出马 他竟然和远中搭上了关系 让我出马会更有效率一些 我看你是寄养了 不耐烦再躲在背后指手画脚了吧 没什么寄养不寄养的 只是我从小就有意无意地想回避那些丑恶的人和事 可是我现在明白了 要想追求美好 就必须要有面对丑恶的勇气 你喜欢上那个女孩了吧 喜欢的定义是什么 算了 我直接问吧 你爱上那个女孩了 我是喜欢她 但是没有爱上她 她是个很不错的女人 可爱上她是件太麻烦的事 我更多的是看不过眼 我只能看不过眼时间 打开,然后再换一个对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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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了 不是的 小朋友们 来 小朋友们 你们好啊 姐姐好 你们的纸盒好漂亮哦 谁给你们折的呀 哥哥 那你们开心吗 开心 那哥哥他开心吗 不开心 不开心 哥哥不会笑的 哥哥常常哭 他哭了 那你们想不想 哥哥开心呢 想 来 你们看到那个哥哥没有 太大了 那就照姐姐说的去做 好不好 好 快去吧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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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来这里干什么 不要悲伤 我会在你身边 好吧 再来一次好不好 好 好 不要悲伤 我会在你身边 这是什么 谁教你们的 一个姐姐 姐姐呢 在那儿 都玩了 姐姐呢 姐姐在那儿 她带我们一起来的 姐姐呢 哥哥 哥哥 姐姐呢 帮哥哥一个忙好不好 好 好 帮哥哥去把姐姐找回来 告诉姐姐 哥哥很爱她 请她不要走 请姐姐不要走 好吗 好 去吧 去吧 姐姐 姐姐不要走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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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同学 对谁能打财云 不愿意 你準这儿 你等谁 你别来 fingertip 你无恿意 偿意 我看着你一久的容颜 幸福 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全是光不云烟 回头心上的沐雪 在梦里我看着你依旧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全是光不云烟 回头心上一幕雪 回头心上一幕雪 好 我刚才给你也发的邮件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该不会宁证退缩吧 只要你说的事实话 只要你没有约望她 我不会退缩的 那好吧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计划 一步一步地进行 好 房门门外 轻送打工妹的豪华名车 史上最牛的设计公司打工妹 驻洋房养私机 你看看 怎么回事这是 同学 你说这是同学 这当然是了 才会有错嘛 这男的是谁啊 怎么看不清楚 你别管那男的是谁了 肯定是有钱人 对 你看他这脖子上的项链 我感觉这是今年 巴黎首饰会的最新款 这起码得是名家设计的 值一百多万的 你看你看 他手上拿的那个包 我做梦都想买一个的 你做梦去吧 不是同学哪来的钱啊 他男友就行了啊 你是说 他被男的包养了 不可能吧 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是 大家早上好 围在一起干什么 又在八卦什么呀 怎么了 都看我干什么呀 在干什么呢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不是我 我没有 不是我 同学 怎么了 月盈 来看 月盈 不要看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要看 这谁发的照片啊 不知道 我还以为是怎么了呢 人家有个有钱的男朋友 怕什么呀 他们俩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 他男朋友我也见过他 原来是这样啊 吓得我们呀 发照片的人也太缺德了啊 是 把我们家同学给称成这样 你们第一天认识同学吗 怎么能把他想成那种女人呢 他要真的被富豪包养的话 还至于天天上班挨精总的骂 受客户的气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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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炒误会啊 大家不要理这照片了 工作 工作啊 同学 对不起啊 同学 你别怕 你懂什么呀 理直气壮 你别理他们 一般无聊的长舌妇 走 咱们去工地开工去 你别怕 交个有钱的男朋友 又不是你的错 再说了 他们这属于触犯个人隐私 可以要求版主把照片删除的 是谁 是谁把这些照片 放到网上去的呢 你到底得罪谁了 我 我没有啊 你看你的手还在抖呢 你冷静一点 冷静 也不知道谁这么无聊 会不会是慕震飞 他 不会是他 不会是他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 他什么事干不出来 不会是他的 你相信我吧 月盈 如果要真是他的话 我就让赵高兴再去揍他一顿 刚才 刚才 谢谢你 没事 这都是我应该的 那些人就是天骂 如果 我真的是 是那种女人 你要真是那种女人啊 我就跟你绝交 我妈就是让我爸在外头风流 活活被他气得生了癌 那种女人真不要脸 我妈都住院了 她们还跑到医院去骚扰她 我恨不得吃了她们的肉 剥了她们的皮 我妈走了以后 我跟我爸说 那种女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 一个我也不会放过 你怎么了你 你真被我吓着了 我又没说你 不过要真是你呀 我就扒了你的皮 月盈 我想回家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 你回家休息一天 走 我送你回去 不 我自己回去 就可以了 你回公司 我没事 那我也得送你打车呀 我 本来消息 到今年第六号台风影响 今天白天 我接大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余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请有关部门做好防范措施 我自己去 佟小姐 这么早啊 佟小姐 您脸色很苍白呀 哪里不舒服吗 要不要 我让老马陪您去医院 莫先生呢 在书房吗 莫先生昨天已经走了 您怎么了 我来 喂 莫太太 嗯 我刚收到 我知道怎么做 你看 这想要跟她说 我真的懂了 不会吧 怎么这样 我早就知道那流日人在撒谎 什么谈谈的那种样 那你怎么是会谈自己的 说不错 看自己还差一件事 超上什么的啊 发你们薪水 都是喝茶凉天的是不是 工作来不饱和是不是 别怪 这是什么呀这是 怎么回事呀 来 月盈 来来来 同学呢 又怎么了 你们又在看那些照片 你看看 你看看这是啊 又在看那些照片 见到什么 月影 你就是被网上说的那种 被包养的 你怎么可以骗我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你替我解释 我不停 你就是 我解释 喂 同学 你在哪儿啊 在家里 你收拾一下 我过去接你 马上就到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 对不起 汪总 沐先生他想见您 可我已经说了您不在 请他到会客室的 但是 等等 你去吧 原来是振飞少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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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飞少爷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不知有何指教呢 我来是想考察一下 集团的服务公司的综合实力 为了集团能够长远的发展 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些调整 淘汰一些服务不满意的公司 沈飞少爷这话的意思 好像对我们的服务有什么不满意啊 如果我说有 那就是你 咱们公司的服务一直都很优秀 而且远中跟我们的服务合同还未到期 违约赔偿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赔偿不是问题 我们远中有的事情 至于贵公司的服务是否优秀 这么多年下来 要想找贵公司服务上的一些小瑕疵 也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而且当年 你们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 能够战胜世界知名的IT公司 吃下远中这块大蛋糕 其中一定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事情吧 这都是有过笔稿和公事的 当时莫总也是认可的 再说 我们可都是跟莫总一直有沟通的 莫总也从来没对我们公司 表示过任何不满意 对了 据我所知 郑妃少爷好像还未到远中上班 严格来说还不算远中的人吧 是 严格来说 我现在是没有权利过问远中的事情 做生意啊 我也不大喜欢 可是最近我父亲一直非得让我回去 去接远中的班 因为啊 远中始终还是姓慕的 郑妃少爷 你要说什么 你就你就说吧 说真话 什么真话 是关于一个叫佟雪的女孩 你的好朋友姜伟 是她的舅舅 当年你涉局陷害 骗她去给你女儿补课 你还记得吗 看我这问题问的 真是够笨 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当年你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攀上了莫少谦 从此平步青云 对吧 不 你要是因为这件事而来 你应该问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姐夫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佟雪的舅舅 也就是姜伟 他是否知情 请问 我找佟雪 不好意思 我家主人不在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 所以才不方便请您进来 丁管家 是谁来了 佟小姐 穆先生 震飞 跟我走 去哪里啊 离开这里啊 你不能再这样白白牺牲自己了 你在说什么 穆先生 您不要这样 没你的事 您再不出去 我就要报警了 告什么 你告我擅闯民居 还是告你家主人威逼良家妇女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先说呀 你受制于我姐夫 是为了你舅舅 但是你真的以为你舅舅毫不知情吗 当年那个给你下圈头 骗你去帮他女儿补课的汪克简 他不是受了我姐夫的指示 他是受了你舅舅的指示 你说什么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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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事实 是汪克简亲口告诉我的 他现在和远忠有生意上的王牌 他不敢骗我 你清醒点吧 你被你舅舅卖了 你还在帮他数钱啊 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 你有什么证据 你说你舅舅毫不知情 你说他从来不认识我姐夫 只是和他见过一次面对吧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不可能他 不可能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他自己而闪落 每个人都只会为自己着想 只有你是永远替别人着想的 你要是还不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当面对质 我可以带你去找他当面对质 不可能的 不会是这样的 同学 走吧 你这样做不值得 童小姐 不如等莫先生回来再说吧 好 谢谢 走吧 好 你们 贼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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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把我卖给莫少千 不是 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 雪儿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他们拿了我的马柄威胁我 我要是不定他们的 我就得去坐牢 我要是坐了牢 你就把怎么办 算算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回不及点 回不及 慕先生 回家 走 我不回去 慕先生 别这样 你闭嘴 我不回去 跟我回家 我不 跟我回家 回去 不 走 你放开我 同学 快退房 如果他有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是干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发生什么事了 张伟 你回事 你倒是说话呀 张伟 你为什么给他跪下 你不要问了 你说呀 你告诉我 我说你不要问了 张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张伟 你 张伟 你开门哪你 出了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说 我们有个商量啊 你别吓唬我好不好 你别这样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求求你 你说出来行不行啊 这不等于是想让我把雪儿卖给你吗 一命换一命本来就很公道 更何况不是用命来换 我保证你的外甥牛 以后比你吃得更饱 穿得更暖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还得让我去说服他 让他跟了你 如果那么简单直接 还有什么好玩的 你 那 医生让我这么做 随便找个人帮你演场戏 至于怎么演 不用我教你吧 这些罪证只是副本 如果一个星期以后 我看不到他来找我的话 那么正本 就会出现在 你不想他出现的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把我卖给我上街 上街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那我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 莫先生 洪小姐上了一辆出租车 我往没追上他 走 走 你是 十年前我们见过你 在墨家 那我是该叫您蒋教授 还是墨老太太呢 都可以 墨老太太好 你怎么会坐到这儿 您儿子的管家不让我进 所以我只好在这儿 等您儿子回来了 是为了同学 你也认识同学 我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 那儿 少千打电话给我 我再赶过来看看 请问您是 我们在医院见过一面 记得吗 您是和佟小姐住同一个病房的 没错 我也是少千的母亲 墨老太太 少千刚打电话给我 说佟小姐走了 我过来看看 那您快进来吧 你让郑飞少爷待在门外 太不礼貌了吧 是我疏忽了 请进来吧 请进来吧 怎么办 佟小姐会去哪儿呢 你不要怪我 是你的小舅子 出卖了你的女儿 你们一家人都应该死 你的女儿 是替你来还债的 莫先生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把饼倒衡 上面 一点一点累积 障碍你的体会 如果只心不愿 后悔 这是种幸福啊 还是种素费 世界在 别谁能打操永远 总让我在心里 甜甜喊你千万遍 再容易我 看着你一整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 却是光光云烈 回头心上一抹雪 Zither Harp 世界在别谁能打操永远 总让我在心里甜甜喊你 千万遍 再容易我 看着你一整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 却是光光云烈 回头心上一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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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心上一抹雪